欢迎来到风华绝代 我是只分享好故事的嘉楠 感谢您的观看与订阅 因为某些影视剧需要孩子出镜的重要情节 催生出了一批特殊的童星 他们往往在人生刚起步的阶段 就接触了娱乐圈的花花绿绿 能够保持本心一路健康成长的实属少数 而提起季宝如这个名字 现在的年轻人肯定不太熟悉 但放到上世纪 季宝如也算是红透半边天的小童星 虽然事业上成绩斐然 但季宝如的一生却写满了悲惨与苦难 1962年季宝如生于中国台湾 一户极其重男轻女的家庭 自幼是天生丽质 可爱惹眼 季宝如父母膝下育有七个孩子 季宝如排行老妖 在平常人眼中 家中老小理应获得更多关注和宠爱 然而在季宝如家中却恰恰相反 作为龙凤胎中的妹妹 季宝如的哥哥享受全家人的宠溺 而季宝如则被父亲视为累赘 一出生就被丢给奶奶抚养 季宝如的出生 当时对于家人而言 甚至被认为是不祥之兆 奶奶对年幼的季宝如也没有什么好脸色 将其转交给季宝如的外婆照看 一直长到五岁 因为一首歌曲《万里寻母》一炮而红 再加上她的长相甜美可人 季宝如很快在台湾视如破竹地走红 意识之间几乎是人尽皆知 五岁的时候 恰逢有剧组去当地招募童星 给出的要求是孩子必须会哭泣 而生活中的季宝如正好爱哭 所以邻居街坊便告诉季宝如家人这一讯息 鼓励季宝如去参加试镜 虽然家庭苦难 但季宝如天生性格外向 长相甜美可爱 老天还赏了一副好嗓子 再加上与生俱来的灵动演技 最终季宝如也成功获得剧组的认可 毕竟模样俏皮的她 哭起来是梨花带雨我见游连 奶奶便将年幼的季宝如送入娱乐圈 一次敛财 当时台湾盛产情节狗血的苦情大戏 演员的哭泣记忆显得尤为重要 正因为如此 季宝如很快在圈内打响名号 偏约不断 让背后操控的奶奶赚了个盆满钵满 九岁那年 她还曾为动漫万里寻母演唱过主题曲 没有任何人指导 季宝如用凄惨的童年经历 完美演绎了这首歌 令不少听众惊叹 季宝如的走红让家人尝到了不少甜头 当年季宝如获得不少导演的力腰 一开始在演艺圈一展风采 片酬也是一路顺水走高 于是季宝如自然成为一家人摆脱穷困的提款机 为了能最大程度的接戏拍戏赚钱 季宝如的奶奶只顾帮她四处接戏 为此季宝如的学业几乎完全荒废 每天都在各大片场来回分波 也因为季宝如没时间上学 连剧本都不会看 拍戏时只能是工作人员读一句 她就跟着念一句 被导演骂 没文化 要求去学校读书 她的奶奶虽然不情愿 但为了让季宝如拍更多戏 赚更多钱 还是将季宝如送进了学校 但因为常年在外奔波 季宝如能上学的时间非常短 老师同学也不喜欢这个来去匆匆的插班生 众所周知 时间是童星最大的敌人 很多童星因为相貌的变化 火热的星途戛然而止 季宝如同样面临这样的困境 随着年龄的一天天增长 季宝如也到了变生期 声音不再像童年时那样悠扬清亮 害怕失去摇钱树的奶奶 坐不住了 为了不让季宝如失去可以走红的资本 在季宝如13岁时 带着她去诊所打了抑制生长针 让季宝如的身高永远停止在了149厘米 此后她再没能长高一公分 据悉为了不让季宝如的胸部发育 家人当时还用白布紧紧勒住她的胸部 可谓是无所不用其极 就这样 季宝如完全丧失了自己健康成长的权利 成为了家人妄想赚钱捞金的工具人 后来以季宝如亲身经历为素材 改编的电影《珍珠人生正式供应》 在片中 家人为了不让小女生快速成长 想出了各种各样伪科学方法 现实生活中的季宝如 身高永远停留在了149厘米 据了解 因为自幼被压榨与歧视 早年的季宝如曾多次萌生过轻生的念头 正如她后来回忆的那样 一针针抑制成长 即已注入体内 身体都会经历刺骨的疼痛 比起肉体上的折磨 精神上的痛苦更为明显 季宝如眼看着周边的朋友 都长成亭亭玉丽的大女孩 自己却始终是身材矮小的小姑娘 一度产生过自卑的心灵 虽然年少成名 但这并不能弥补季宝如 内心的空虚和孤寂 因为自幼缺失家人关爱 所以造就了季宝如自卑敏感的性格 她渴望获得照顾 也渴望得到别人的关爱 直到19岁那年 季宝如和自己的恋人鱼龙英系结缘 鱼龙是外号宝岛歌王于天的弟弟 比季宝如大了整整9岁 因为从小就没得到过爱 鱼龙一点点的关心 就让季宝如对她依赖无比 在季宝如眼中 鱼龙性格儒雅温暖细腻 基于她一直所渴望的关怀与偏爱 让一直没有被人疼爱过的她 感悟到自己的珍贵 两人的感情也是一路升温 季宝如很快就认定 鱼龙便是自己的余生伴侣 为此她回到家中 将想与鱼龙共度余生的想法 告诉了父亲 结果不出意外 招致了父亲的反对 1981年 季宝如不顾家人的反对 嫁给了鱼龙 得知这个消息后 季宝如的父亲恼羞成怒 狠狠给了她一巴掌 彻底心灰意冷之后 季宝如决定头也不回地离开家 终于内心与鱼龙私奔 但这都没能阻止季宝如 她结婚后 立刻宣布退出娱乐圈 甘心当起了相夫教子的贤惠人妻 还接连给鱼龙生下了三个孩子 起初两人也有过一段幸福和谐的时光 鱼龙与季宝如携手炒股 如愿赚了不少钱 鱼龙在外打拼事业的时候 季宝如则在背后 为其当起了贤内助 谁成小 鱼龙的事业就走上下坡路 后来季宝如发现 山盟海市的丈夫居然有了外遇 她愤怒地跟丈夫大吵一架 彻底失望之后 季宝如最终提出了离婚 然后带着孩子离开家 鱼龙后知后觉 意识到自己的错误行径 并且心生悔意 想要挽回季宝如的心 只是季宝如当初并未为之所动 鱼龙自知理亏 便跑到KTV去唱歌散心 没想到却遇上了火灾 不幸离世 鱼龙的促然离世 自然让季宝如悲痛不已 而公公婆婆痛失爱子 便把罪过全怪到了季宝如的头上 季宝如有理说不清 只能默默咽下苦涩的结局 对此季宝如内心也是难以释怀 只是仁死不能复生 为了能维持好一家人的生计 他不得不外出打工 起初因为学历有限 资历也有限 季宝如只能到当地酒店当服务员 工作艰辛且屈辱 因为心情郁闷 那段时间的季宝如 也学会了借酒消愁 经常把自己喝得烂醉 因此对孩子也缺乏关心与照料 含辛茹苦地拉扯三个孩子长大 却不料因为疏于教育 几个孩子的性格相当偏激 大儿子为此另患抑郁症 二儿子甚至走上了吸毒犯罪的道路 看到两个孩子都生活得如此悲惨 季宝如才彻底认清现实 准备回归家庭 履行起自己身为母亲的责任 季宝如为了救回儿子 一面帮助儿子做专业心理疏导 一面亲手将二儿子送进了戒毒所 这也让母子关系降到了冰点 但季宝如却不愿放弃 每个两天就去探望儿子一次 这样的生活整整持续了六年 这才赎回儿子的心 两个孩子的人生道路 也逐步回到了正轨 历经磨难之后的季宝如 内心也是愈发地通透与豁达 也与家人渐渐达成了和解 或许是因为早年坎坷 凄惨的人生经历 如今的季宝如还特别成立了一家养老院 专门向那些孤寡老人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除此之外 还积极投身于各大公益事业 用爱心去感化更多人 如今季宝如已经是59岁的高龄 虽然仍旧是149公分的身高 但她却早已放下了对家人的仇恨 将这一生的磨难都悉数收藏 酿成了不屈的顽强 都说幸福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 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 既宝如毫无疑问是后者 但在人生的阴霾之中 强大的内心却向那里最耀眼的阳光 刺破云层 波洒大地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 如果您对本期视频有何感想或建议 欢迎在下方留言 如果喜欢本频道 别忘了点击订阅 下期视频我们再会